逃避麥奎爾版蜘蛛人 景點螢幕成為網路迷因 如今被用來狠狠嘲諷中共 亥克組織匿名者六四 去年開始起底中共內幕 近日被中國官方指控 其真實背景是隸屬台灣國防部的 資通電軍旗下網路戰聯隊 網路環境沿襲中心 甚至聲稱掌握到三位軍職人員 真實身份 其中包括台灣資通電軍現役人員 國家安全機關 已依法對三人立案侦查 對此匿名者六四PO文回應 特別貼出逃避麥奎爾版蜘蛛人 景點螢幕的GIF動畫梗圖 輕冕嘲諷 國防部長顧力雄也開槍 首先我要講的第一點 是每天在進行這個 網攻害青的這一個國家的第一名 我想應該就是這個中國 中國每天在對我們台灣在內的其他 還有包括其他 跟我們價值理念相信國家 每天在做這些網攻害青的工作 所以真正的使作用者是他們 國防戰略司員研究所所長蘇紫雲 則給出理由否認中共指控 這完全不符合國家級 就是網軍的這種風格 因為會低調形式不可能再炫耀 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資通電軍 最行的是數位國土的防禦 也就是這個數位安全的維護 而不是去攻擊其他的國家或組織 第三個他所指稱的就是有三位軍職人員 那這也可能是捏造的身份 蘇紫雲指出中共栽贓台灣 同時達到大內宣大外宣目的 安撫小粉紅 還可以在家具雙邊緊張警示 粉絲新聞劉絕魚報導